观众老爷欢迎你 感谢你来我这里 观众老爷欢迎你 等风等雨等着你 又给客男者了什么活 这一天呀 工藤优作刚从警示厅出来 就有记者上前采访 就和他解决了 虚构怪盗基德的盗窃案 但优作表示 自己呢 只是受终身警官之托 原来博物馆老板 写宝石前套 还嫁祸给了怪盗基德 但被终身警官 从作案手法中发现了端倪 还得是终身警官啊 最了解怪盗基德了 是真是假 这一看便知啊 但优作表示 这次来警示厅呢 是为了另外的案件 是一些有着 三名死者的连环密室杀人案 自己走在警示厅门口的路上 就已经破解出了犯罪手法 不愧是本作推理的天花板 才走了几步路啊 就破案了 这把记者惊得是一愣一愣的 优作此时呢 还给自己打了一个说光告 说自己会在东京电视台的节目上 公开犯罪手法 然而记者表示 自己是是买电视台的呀 奇可数啊 这是免费给对手 又宣传了一波 到了节目播出的日子 有希子却找来了柯南 说优作因为吃了 隔壁家的意大利面而病倒了 但这场节目的制作人 与优作有恩不好拒绝 所以只能依靠柯南了 哦 柯南之下一下就明白了 这又是打算让自己 体肤上热啊 有希子化妆成优作的样子 自己用变身器进行推理解说 然而两人在商场里 大神密谋被一旁的小黑 哎呀 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回到家里 柯南就跟有希子开始整理 案件的来龙之脉 第一个受害人 是今晚节目主持人的闺蜜 她表示 当天收到了闺蜜的求救信号 警察扑膜而入 才发现闺蜜死在了浴室里 不知道是被谁推倒 头撞在了洗漱台上 导致身亡 墙上柜子里的东西 都被翻了一遍 一条浴巾半吊着 地上散落着袋子 牙刷发卡 清洁刷等木屏 为什么装的都是那种 将旋钮横着转 就能锁上的门锁 第二个受害者 是个啃老的家里蹲 尸体倒在全关 案发现场到处是堆满了垃圾 地上能散落着塑料袋 饮料瓶 一次性筷子等木屏 她的房间内酸 也堆了很多垃圾 却像是收拾过的样子 反而让人觉得 垃圾是故意被翻出来的 柜子上的手办和游戏光盘 都整整齐齐 啊 这就是宅男的倔强嘛 有戏子说 柜子里的手办 都是这宅男自己做的 甚至还得过 手办比赛的影响 好家伙 还是个技术宅大佬啊 失敬了 那看他一看就知道 这是网游地下 成福尔摩斯里的角色 说这是一款组队 进入地下城解密的游戏 不愧是尼亚克兰 大凡跟福尔摩斯有关的 你都知道 这传团是被电气棒 电云之后雷死的 但是中途呢 又醒过来跟凶手 就是反抗过 还在支架里呢 留下了凶手的皮肤穴 只不过没能确定 皮肤穴究竟是谁的 那第三起命案受害者呢 是个经营面包店的大叔 在厨房里被人用刀捅死 现场的地上 散落着菜刀 夹子 勺子 平底锅等物品 大叔和前面的宅男一样 没有把备用钥匙给别人 所以这两起呢 也是密室杀人案 乍看之下 这三个受害人 似乎毫无关系 所以有戏子觉得 这应该是巧合 但是小兄弟们 迷花厅 他最不缺的就是巧合 克兰直接就断定 这就是同一个人所为 而且作案手法如出一辙啊 好家伙 这要不怎么说清楚于蓝呢 对吧 那克兰看完现场照片之后 他就知道了作案手法 有戏子高兴的说 这就够了 起码能保住 宫藤家的面子了 说完就去做 变装的准备 但柯兰表示 其实我连揪手是谁 都猜出来了 等了好久 没见有戏子过来 柯兰敲开了房间的门 发现换装成爹的妈 趴在梳妆台上 一动不动 加上躺在床上 像是洋乐的幽作 这会儿柯兰又俩爹了 原来有戏子呢 也是吃了那盘意大利面 食物中毒发作了 哦吼 坐下早了赛 梅子扮演自己的爹 电视台的采访 是进行不下去了 柯兰还在想着 要怎么晚聚来着 门铃却是突然想了起来 乱在这不快的忙 跟他赶忙过去开门 发现门外进扫子 第三个自己的爹 呃 你们这次在玩笑笑乐 马三个凑在一起 就会被消除 但说到一容数高超的角色 这部座里除了有戏子的 那就是记得跟贝姐了 哎 那么眼前的会是哪一个呢 这个假优作 说是看到了优作 有麻烦才来帮忙的 毕竟之前优作帮自己 洗清了嫌疑 所以打算来缓个人情 听完之话 柯兰脸色一变 果然是你 怪到记得 记得露出了经典的自家笑 你要是不欢迎 那我可走了 柯兰一下撒娇起来 既然你这么想还运情的话 那也不是不能给你这个机会 柯兰引浪入室 把记得带进了书房 问他怎么知道优作病倒的 记得表示 你们在商场的大声密谋 我都听到了 原来商场的小孩是你啊 啊 那邻居我稍微也能放下点心了 真怕是个酒厂的人 要搞事 那此时门铃再次想起 这次呢是电视台的人来了 记得跟柯兰出去迎接 看到美女主持人 记得的撩妹被动 再次开启 将这个初出茅庐的主持人 撩得那叫一个满脸偷红啊 记得大人 请知诵 别忘了 你现在扮演的可是个有老婆的人啊 柯兰直接的剁了记得一脚 众人来到书房做准备 主持人问记得要不要去化妆 记得连忙拒绝说自己这样就行 毕竟要是去化妆的话 自己这一绒术不就暴露了吗 那主持人又问起身边的小男孩是谁 看着有点眼熟 柯兰自我介绍说是有名的怪盗 记得克星 记得瞬间给了他一个白眼 你这自我介绍多少有点冒昧了 记得开始翻看现场照片分析案情 柯兰连问你有什么发现吗 似乎是想跟这个宿敌来场推理对决 但是记得呢只发现了三个现场的门都是旋钮式的 第一个现场受害人明明是短发 地上却有发卡 第二个现场的一次性筷子是倒着插清筷套的 第三个现场的平底锅颜色跟挂在墙上的不一样 柯兰表示 就这样 你真的是那个怪盗记得吗 智商是不是变敌了 人家记得表示 我又不是侦探 我只是个小偷啊 记得大人 这话是能说的吗 记得还想直接问柯兰凶手是谁 但电视台的人过来说准备开拍了 没办法 用着头皮上吧 推理秀 开始 柯兰躲在书桌底通过勋章传话道记得的耳机 开场就指出了这些案件是同一人所为 共同点在于第一现场的预警 第二现场的手办 第三现场的手表上 都有放大镜的图案 这个图案是网游地下车福尔摩斯的标志 所以这三个受害人都是这款游戏的玩家 主持人有点惊讶的样子 还有这种游戏吗 记得却说别装了 你刚藏起来的左手上就带着同款手表 凶手就是你 那主持人就迅速进入了球锤环节 你说我是凶手 称曲呢 记得说你先别急 我们从作案手法锤鞋 工作人员模拟好了案发现场 并准备了各种道具 记得让工作人员在每个门的旋钮处 夹上发卡 筷子和食品夹 然后把装了东西的袋子挂在发卡和筷子上 第三扇门呢 则是直接挂上了平底锅 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走出去 不让东西掉下来 然后关门 最后从门外旋转门把手 门内的旋钮呢 也跟着转动 上面的东西就掉下来 带动了旋钮转动 门呢 就从里面锁上了 那主持人看到自己的手法背货 有点慌 但是也不能证明 这就是我干的呀 记得说你犯了三个错误 第一个呢 是买了颜色不一样的平底锅 第二个是用清洁刷 弄乱柜子里的东西 还把刷子留在现场 第三个呢 是故意弄乱宅男的房间 却把筷子偏左摆放 证明摆筷子的人是个左撇子 但宅男是右撇子 经典的左撇子论证法了 那记得指出主持人 用左手拿话筒 手表也是左撇子专用款 证明你也是左撇子 而你把这么大的表盘 带在内侧的目的 就是想要挡住 被宅男抓住的伤口 因为只要分析出 宅男支架里的皮鞋属于你 那这就是直接证据了 求吹得吹 主持人没的诡辩了 脱下手表露出了伤口 开始解释动机 原来他想到这个手法 并在游戏里告诉了三人 本来他还想把这个手法 卖给某编剧 却没想到被闺蜜写进了小说里 两人争吵之中 他误误杀了闺蜜 然后未遂前逃 事情后来呢 又被其他俩人发现了 于是呢 他依不做而不休的 就把那俩人 也顺道送走了 他甚至还以为能曼贵优作 所以选择来当主持人 结果被当场实锤 吴警官很快就来带走了主持人 还说本来中森警官 也要来说声谢谢的 但是忙着抓怪盗基德呢 可他一定不对劲啊 基德不是在这吗 但是中森警官是不可能会搞错基德的呀 难道 可他一转身 眼前的假基德早已不见踪影 不好 既然这个真的是贝姐啊 此时贝姐上了勤九的宝石街 说狼目让他调查一下 某个对组织有威胁的人 为什么近期一直逗留在国内 勤九问你是没解决他吗 贝姐宠你一笑 没有 但是随时可以 贝姐到底是干妈 你就宠吧 可他连忙敲开U座的房间门 说刚贝姐来过了 你们怎么还睡呢 他没想到开门的竟然是赤锦秀衣 那自己的爹妈呢 也是一副活泼乱跳的样子 朱迪和卡曼尔正在检查贝姐 有没有安装摄像头 这一下明白了 U座这时在演戏 隐蛇出动呢 假装吃了有问题的意大利面 实际上倒进了有希子的包里 人家打包是用塑料袋 您这是真的用包啊 那可呢就抱怨U座 怎么不早说 请别嘿嘿一笑 将点先瞒过自己人 我怀疑啊 你就是单纯的想看戏 好的那么这集呢 也算是久违的出现了主线的剧情 还是蛮期待的 OKOK 那今天这个内容呢 就给大家说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要是喜欢的话 可以点点关注一切三连一下 那么山雄敲了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